陸軍八軍團考談營區全新亮相 由總統蔡英文親自接牌 原本老舊的房舍 因為新安專案啟動 從大痛鋪 大澡堂 變成了獨立套房 還有個人衛浴設備 連餐廳也焕然一新 除了積極重貨 國軍所需要的武器 提升單邊個人裝備 也加速推動新安專案 來改善我們營設居住的環境 蔡總統跟官兵一起吃飯 夜旦節前夕 還親自寫下許願卡 不過前一晚 他在臉書發長文表示 這段時間以來的選後檢討 無論與選舉結果 有沒有直接關係 是人民對執政團隊的 心情及感受 執政團隊不能不警惕 我們要檢討整隊前進 臉書po文是承認敗選嗎 覺得跟兵役有關嗎 敗選後外界推論 民進黨敗選的因素之一 是兵役擬延場導致 這回考談營區落成 雖說是為了提升官兵住宿品質 但普遍認為 跟兵役擬延場有關係 敬安專案落成的典禮 說實話就是政府 對我們的一個照顧 是要這個銀色有家的感覺 那我們也會努力營造家的感覺 總統蔡英文指出 下週將陸續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就台灣經濟情勢及國安議題討論 會向外界說明 檢討 整隊人民是否有感 大家都在看 靜新聞中華林楊士吳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